你的連續假期都黏在床上睡覺嗎 小心這可能會讓你發胖 當代生物學期刊一篇 美國的研究報告指出 平常睡不飽再利用假日補眠 不但容易變胖 連得糖尿病機率都提高 睡覺的時候我們的腸胃蠕動 吸收它都會沒有了 在一些是最低的情況下 一直持續很容易會有出問題 這項研究找來18到39歲的人 模擬上班族假日補眠情況 讓他們連續5天睡不到5小時 再接著2天睡好睡滿 結果發現只要回到一半日作息 補眠效果立刻歸零 那到底要怎麼睡比較好 要有固定的習慣性是最好的 基本上還是會見說是 6到8個小時每天 就算碰上休假 也別跟平常作息差太多 否則睡不好又變胖得不償失